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十年的金河赛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就是还很年轻 大学刚毕业 那时候是一个比较简单 然后可能对一切都很好奇 也都觉得都想去尝试 然后觉得好像人生有无限种可能 那么后来大概十年后 那么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你必须可能必须要只能去选择一条道路走下去 就是你不可能说无限种可能你都去尝试 所以说你要做一些决定 做一些抉择 除了这次推出的悟空传完美纪念版外呢 金河赛还是想在神话的世界里写出他的风采 心有不过瘾 咱们再来三国吧 一个肯定是这个现在这个悟空传理附赠的这个西游日记 然后会把它写完 然后作为一个长篇 然后会单独在出版 这可能今年今年要做的 然后明年可能就是还会 可能还会再写一些其他的 这方面的就是也是神话 包括西游的一方面的故事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 比如说三国方面的故事 那个我也会想去尝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